各位關心博豪論壇當中 尚受到主席的五理會 今天會再來進行 副總統董珊林 五頓一跟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李克強來諮明 五頓一一十六議 來傳達兩法合併發展的方向 李克強也以兩法 都是中法民族的公法 拼起敏感的國家黨委證明 初次見面 初次見面 那是遠勝文明的李克強先生 老朋友黃毅族人 這麼說我們是神交已久了 五理會一開始 兩個人說 會跟一群朋友開槓一樣 並且向伊森先生來情報 李克強竟給他拼起敏感的國家 定位問題 用中華民族來開啟中華 競門合作一隊 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 五頓一雅一EGFA信號 並且引用立文台動篇 一十六議會迎李克強 今年是成先起後 既往開來的一個關鍵的年 我們十六個字 十六個字 這是大家都能夠理解的 求同存異 兩岸和平 講信修睦 民生為先 五理會見到定調 兩岸應該抓到時機 繼續來合作 讓兩岸關係見到好 眾所矚目的五理會登場 吳敦英用十六字真言 和李克強定調兩岸接下來的 和平發展方向 也為接下來四年的兩岸關係 下了新的註解 記者從哈佛的